大家好 我夏天 大家好 花姐 我们现在是在新疆塔城地区的塔城市 今天我们准备带大家去逛一逛 这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一个边境的城市 走 这 我们这个驻车地昨天跟大家分享过了 今天我们要坐计程车 去一下他们这边特别有特色 有历史的一个街区 那边还有好多的阴云 塔城市的人比较少 然后这个城市也不大 去年2002年的时候 统计的这边的常住人口大约是15万多人 而且昨天我们搭车去逛了一下这边的夜市 人也很少 计程车司机告诉我们说 花20块钱计程车费 就能把塔城市就可以转一圈 这边计程车是起步价是6块 来车了吗 来了 行走在塔城市的解放路 有一个建筑物很吸引眼球 红色墙体 绿色铁皮屋顶 与周围的建筑物相比 别具欲格 当地人喜欢叫它红楼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这个塔城市非常出名的一条街区叫红楼街啊 看看我们身后就是著名的红楼 它整个墙体都是这个红色的房顶是这种绿色的啊 红楼呢其实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是一个俄国商人建造的最早的时候呢建造它是商贸往来的地方啊后来也经历过学校医院办公地址 然后现在呢是红楼博物馆了也是非常非常有历史的 当时建造起来的时候啊这是最豪华的一栋建筑了 今天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看过去这些建筑都比较有这种俄式风格啊 所以让这座边境的城市有了异域的风情 以前这里呢也是中俄通商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啊 所以这边的一些建筑呀 还有一些饮食呀也都受到一些的影响 都还是很漂亮的 我们先进博物馆看一看啊 塔城还是很冷啊 这会儿是15度 高温才19度 所以我们走着这样你看穿这么厚 现在风一刮到身上啊 还是觉得很冷 这边就是正门了 看塔城红楼博物馆 塔城市别名塔尔巴哈台 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辖的县级市 位于塔城地区西北部 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接壤 边境线长150千米 从博物馆穿出来以后啊 你看这有一个连着的一个廊庭 可以到这栋楼这里 天阴了 这么快就阴了 都能阴云 马上就过来了 你看这有以前的那种运输的 运输像是粮草之类的 塔城爱国律史教育成了吧 这一个长廊 你看这门全部这样开着 也还是蛮漂亮的 很有特色啊 先看看第一个里面 这边现在也是爱国历史教育的基地啊 1851年的时候呢 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了这个中俄伊犁 塔尔巴哈台通商章城 塔城地区呢就成为了这个中俄贸易的一个边际重镇啊 当时有一对俄国夫妻就是常驻这个塔城做生意 所以他们俩呢就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啊 于1914年的时候就是建好了 这地板声音真大 这个地板也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在1914年的时候啊 建成了这个当时来说最高最豪华的建筑 就是这个红楼了 所以也可以说是历史造就了这个红楼的存在啊 这边墙上有一幅图啊 一下子就吸引住眼球了 看熊熊烈火 这边写的是火烧塔城贸易图 这个是怎么样一回事啊 就是以前塔城地区呢 这边是有金矿的 沙俄呢对这个金矿垂涎已久啊 最后对这个矿工 就是不择手段的残害和欺压 矿工他们最后自发起来啊 就是烧毁了俄国在塔城的这个贸易圈 就是这个事件呢也是咱们中国近代史上 塔城各族人民反抗沙俄侵略的一个爱国壮举啊 天哪我们说怎么走着走着天之外边飘泼大雨啊这 这天变得也太夸张了吧 刚刚还是大晴天现在就下成这样了 这天气候好不准啊 本来昨天带大家先参观这里 昨天抱着有雨 就没来 对就没来 说今天晴天啊 今天来了 看 这局也太大了 我们都出不去了 有人等着雨天 这边是巴克图口岸的一些照片啊 巴克图口岸离塔城是非常近 只有12公里 然后也是国家级的一类口岸 离我们还是非常非常近的 哦 这个房间展示的是首分琴啊 塔城也被誉为这个首分琴之城 看这里 这是塔城地区 塔城这边创造的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啊 就是1517架首分琴合奏 创了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当时奏的啊 就是美丽的塔尔巴哈台这个曲子 一千多架 对 1517架首分琴联奏 所以我们进塔城的时候 那有一个大的标 对我们刚进塔城市啊 就有一个那个首分琴的一个那个雕塑 雕塑 哇 这也真的是首分琴 嗯 看这里面其实有各个民族朋友嘛 嗯 看他的这个图片里 经常展示的是各个民族 塔城呢 是有应该是29个民族 像有这个汉族啊 呃 哈萨克族 维吾尔族 俄罗斯族 呃 塔塔尔族 很多很多 塔城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一个地方啊 而且各个民族相处的非常融合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塔城这个城市 非常有不同的元素啊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各个民族特别多 在这个城市里融合了各个民族的一些文化美食 还有他们的一些习俗啊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包容的一个城市 像全国十万人以下人口较少的这个少数民族就有四个 呃 俄罗斯族 塔塔尔族 塔吉克族 和乌兹别克族啊 所以你在这个城市走 像昨天我们搭了几趟计程车 嗯 遇到的司机 你看他有这个西伯族 呃 有回族 呃 还有两个是什么族来着 有个俄罗斯族 嗯 呃 昨天反正我们就搭了四次计程车 遇到了四个司机都是不同民族的啊 我们来到塔城以后接触到的各个民族啊 就是都特别的热情好客 也能让大家感觉到塔城这个多民族 特别融洽融合的一个这个生活状态啊 非常友好 哇 这个雨是来的也快 走的也快 但是天上还是有阴云啊 嗯 但是你看这边已经开始蓝了 哇 都有水坑了慢点 嗯 好冷啊 哈哈 看这边天性的好蓝 对这边好蓝 看这边都是阴云 嗯 啊 朋友们我们从 红楼博物馆出来以后啊 沿着文化路就几百米很近 就有一家迎宾冷影 这个也是这边比较出名的 因为我们昨天吃过一次这个 叫俄罗斯马洛石嘛 就吃过一家店的还想再尝一家啊 虽然今天有点冷 想尝尝味道是不是一样的 啊 这也是专门吃冰淇淋的店 你看这些都是可以 哦 这么大一桶 你在冰淇淋 OK 嗯 那在这吗 还是吃的 在这吃的 就要一个这个 一碗这个原味的就行了 嗯 尝一下 你还有没有其他想喝的 没有啊 太冷了 因为今天太冷了 我俩就要一杯啊 主要就想尝尝 是不是口味差不多 还是不一样 这一杯六块 嗯 比昨天那个地方的便宜一点 但是很能理解啊 昨天那个地方环境很好 对吧 嗯 再尝一口 这个奶味比昨天的好像重一丢丢 嗯 然后这个比较绵密 比昨天的还绵密 昨天那个冰沙好像还有点重 嗯 但是这个冰淇淋它它并不是特别甜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对 嗯 我觉得口感应该比昨天那家好一点 应该好 你尝一尝 嗯 嗯 感觉它的奶味更重一些 对 比昨天那家的味道稍微好一丢丢 嗯 嗯 还不错 我们待会吃完这冰淇淋 我们准备去做一个双层巴士观光车啊 刚刚咱们来的时候看到的那个 嗯 然后去一下这个巴克兔口岸去逛一逛 嗯 因为听说啊 嗯 就是那里的那个免税产品 超级便宜 嗯 所以 很想去看看 对 不过那个视频放到明天播出了 嗯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